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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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人说山西好荒多 的飞水被无故乡 作曲 李宗盛 山西陵坟和韵城是姚舜宇文化的发祥地 姚舜宇是华夏历史上三位千古圣君 不仅是华夏文明始祖 也是华夏民族道德典范 对华夏文明价值观的形成 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9月10日下午我们一路跋涉 来到陵坟市郭村摇陵 摇陵两边土崖环制 河水经陵前南市 松柏参翠 秋陵耸至 陵前柱友慈雨 陵高五十米 绕舟八十米 据传摇帝逝世 万民悲愈 送赞之日 人们从四面八方 为陵丘上捧上一把土 进击土成山 成为三环五帝中最高大的陵丘 在这里 我们聆听上古的圣音 我们寻找圣贤的足迹 我们礼尽先祖的大爱 祭拜完摇帝 9月11日我们来到运城的顺帝陵 祭拜顺帝 顺帝陵种起于于时 陵庙始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 陵上淮香交瘁 郁郁葱葱 尚有数千年五指松柏 陵前广场还有两棵四千年的生死古板 相传为雨所在 见证了华夏文明几千年生生不息的历史 我们怀着敬仰的心情理尽顺地 并绕临一周 当天我们还驱车来到夏县与完成遗址 据史料记载 夏宇曾在此建都居住 我们到达遗址附近 现场呈现一片灿凉 煤灰土路 周围环境污染严重 显然这里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荆轲代表团为表达对大雨的缅怀 在雨完成遗址路边特别栽采芦苇花 举行简短的祭拜仪式 一直守护遗址的史松林老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义务为我们进行讲解 作为一名农民为复兴中华传统文化 几十年如一日守护在这里 为之奔走呼号 他的全权爱国之心深深地感染了我们 所以说三千年看西岸 一千年看北京 五千年看山西就看这一块 田中奉化以后 日本就多次来 那个时候我就注重这个 这是中国五千年维华 应该恢复起来 这个恢复起来是从华迷走到驕傲 说明我们国家 从楼梨制社会到现在 一直剩下五千年 很有意义 维华地域比较稀厚 日皆地领 维华地域比较稀厚 这个恢复起来 也确实是中华迷走的骄傲 刚才我也讲了 就聚在这世界东方中国 作为一个就是 华夏文明的一个守望者 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个史大哥 在这个羽王城旁边 在这个守望这个华夏文明 是我们呢就是非常感动 就是这个我们希望 我们国家能够嘟嘟的 像史大哥这样的一个人 作为一个华夏文明的守望者 来我们共同的把华夏文明 把它就是发扬光大 是不是啊 我们这个中国就走向 伟大的复兴了 实现中国梦 首先要文化的复兴 先生提出 公天下立民生的主张 具有朴素的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思想 更加可贵的是 他们还身体力行的 践行着这种思想 由于遥顺与治理有番 当时的社会 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呈现一片安宁 祥和的太平景象 天下大和 百姓无事 他们也因此被后人尊奉为华夏圣贤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